我们留意到在网上就有一些图片流传 就声称这个图 这个是有警察公共关系科的同事 就以一些的WhatsApp 就向市民发出短讯 去问他们有没有和其他人 参与任何的示威活动 我们在这里要作出澄清 这个讯息并非来自我们警察公共关系科的 而有关滥用武力的指控 首先我们要讲 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 我们必须要在这里作出澄清 在8月11号的晚上 其实我们在新屋岭的拘留所 总共处理了超过50个被捕人士 这些被捕人士是分批被送往新屋岭拘留所 他们到达之后 我们在新屋岭拘留所的主管 或者他们的督导人员 是会逐一会见这些被捕人士 确认他们的身份 了解一下他们有什么特别的需要 例如要看医生 投诉等等的东西 或者他需不需要聘请任何的律师代表 而当时我们的主管人员是确定 这50几个被送往新屋岭的人士 他们有部分是即时有提出看医生 有个别其实在新屋岭拘留所 留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再提出看医生 而我们主管人员也确定他们的伤势 是由拘捕的时候弄到的 并不是在新屋岭拘留所里面弄到的 有关会见律师受了这个指控的 其实我在这里也都有提及过的 每个被捕人士我们都会有一份叫做 基留人士的通知书给每一个被捕人士 当中是全面这样去解释了被捕人士的权利的 包括拼请律师啊 包括饮食啊 看医生等等的 而我们是一向都是尊重被捕人士的权利的 而另外当晚我们也都收到一些 我们相信是坊间所说的义务律师 并不是那个被捕人士的主动聘请 有律师就联络新屋岭拘留所 就说他们就手托要来见某一些被捕人士 而我们也都跟他们讲了一个安排 到最后其实是有部分律师 是到了新屋岭拘留所去见这些被捕人 但是由于就是人数多 以及地方有限 所以最后就有部分的被捕人士 以及律师他们是不介意 就是小组会见了 是的 那这些我们都是问过了 他们不介意我们才做的 是的 那所以呢 并不存在 就是我们是故意留难 又或者是不让他们见律师的 那而一向 我们这里有提及过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一些重要的法律程序 包括拿警戒口供 我们一定会在 他如果他是指明是要拼请律师的话呢 一定会等到律师到了 我们才做相关的程序的 谢谢大家 我感谢大家 感谢观看